其實Kawasaki disease 就是在發達國家裡面 最普遍的Aquired Heart disease 如果你說比較沒有那麼發達 可能你會看到Rheumatic Heart那些會比較多 這個病其實是很特別的 它的歷史不是很久 在1967年的時候 就是川崎副作醫生發現的 很可惜川崎醫生最近已經過世了 但是他生前就很自力去研究 起碼找到這個病 真的令很多小朋友都可以得益有得醫治的 他是很好的人的 好像去開會 你跟他聊聊天 你說跟他拍照是沒有問題的 Kawasaki disease 就是一個 acute self-limiting febrile illness 就算你不給藥 其實他自己都會最後退消的 但是當然如果你沒有給藥醫治到的時候 那些後遺症就很重要的了 它主要是一個叫Systemic Vasculitis 就是全身的血管都會發炎 但是最重要是叫Medium Size Vessels 中型的血管 那究竟很多家長都問 為什麼我小朋友會有這個病呢 其實到目前為止我們都是不知道的 不過以這麼多年的經驗 大家覺得可能都是一個Auto Immune的問題 那個Immune System產生了一些問題 那就對一些Antigen 就有一個過敏的反應 就會令到有發這個全身的Information 令到尤其是血管發炎得很厲害 這樣 它主要都是Affect 就是五歲或者以下的小朋友的 那你說會不會大一點的 是不是沒有的 那又不是的 那年紀大的都有 那也有Report 就是老人家都有 不過就是少之有少的了 那如果是診斷不得及時 和沒有及時的醫治 它可以有很嚴重的長期效果 在這個心臟裡面 那但是這個病呢 你沒有辦法好像說 譬如新冠病毒 我做個測試就知道你有沒有的了 不行的 那就要靠一些 criteria 去臨床 我們去評估一下 它究竟是不是這個病了 那我們就起碼要有五個 criteria 那才叫做classical 那就要持續五天發燒 那以下四種 其中都要有 以下有五種的病狀 那就是classical 有四種加發燒 那就很classical 就是Kawasaki disease 那大家都見過了 那些診可以出得很厲害的 那什麼診都可以的 可以urticaria 也可以 一點點很細點也可以 很faint的也可以 什麼都可以的 那大家都知道了 雙眼的conjunctivitis 很紅 那口唇都非常紅 有時候會焦爛 那舌頭就 一粒粒的pipeli 就很predominant的突出來 就搞到好像一粒士多啤梨那樣的 那士多啤梨呢 我們有分red and white的 那如果它很白的coating 就好像一粒白色的士多啤梨了 那卡巴沙奇多數都沒有white coating 多數都很紅的 那通常如果發現了 是懷疑這個病 我們做了做超聲波 心臟 那如果很多時候都會 那個冠狀動脈 有少少發脹了 那五天開始給藥 就最合時機的 那五天至十天 就是黃金治療期 我們就給這個 intravenous的immunoglobulin 那接著就會給一個 medium dose的aspirin 就是for anti-inflammation的 那通常呢 它給完了這個IVIG之後呢 十二個小時了 我們給了 那就會退銷的了 那到第十四天 大約兩個星期呢 它會脫皮也很緊要的 那多數是手指的 不過這個小朋友特別一點 它屁股都可以脫皮 那有時候口唇邊 又可以脫皮 臉又可以脫皮的 那多數呢 我們就吃那個aspirin 吃兩個月左右了 那再做Echo呢 如果它的colonary artery 沒有東西 那就皆大歡喜了 那就 我們叫做傳遇了 那但是當然呢 它都是有一個inflammation 那也都擔心 有一個long term的effect的 所以我們都要和它覆診的 那這一種情況呢 就比較簡單 和 straightforward 就大家都會容易些去診治的 那但是有時候呢 也都會有一個diagnostic challenge 都不知道究竟它是不是Kawasaki 有時候就已經知道了是Kawasaki了 那你給了藥呢 怎麼知道它不行的 繼續在發燒的 那這些是resistant to IVIG 也都是有棘手下的 那有些醫治了之後呢 所以有時候有一個long term sequelae呢 也都是很漫長的路 也都不容易醫治的 那我今天呢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這幾類的情況了 好 第一個小朋友 她三歲大的女兒呢 發燒了一天 那媽媽就說 哇 她的頸很痛 就側上了她左邊 動都不能動 你碰一下她也不行的 那大家呢 這裏沒有放大 大家看一看 她的左頸那裏紅了 是 是 這個位置紅了 那好吧 那一個頸紅了 我們摸一摸 她也哭得很厲害了 那我發覺有些 Lymph node就大顆了 那又非常之痛的 那而皮上面都是紅了 那周圍都沒有其他的sign of infection 那所以我們的diagnosis 是Cervical lymphadenitis 那通常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那多數我們都會覺得 那她的發炎就是打抗生素 那樣 和她照照頸的CT 那大家會看到她的頸 那這裡 左手邊都是非常之痛的 那個位置很多Lymph node在這裡的 脹了 但是右手邊都不是沒有的 都一樣有的 不過左邊多些 好 打Antibiotic 都打一些強力的 Intervenous Antibiotic 那打完一兩天呢 糟了 都還發燒 那Lymph node 那Lymph node都一點好轉都沒有 那自然家長就會來問你了 那怎麼搞啊 現在怎麼算呢 那怎麼算好呢 我們都拘捕了 不知道怎麼算好 好了 那再驗一下血 看看有沒有進展 各樣 那怎麼發覺呢 ESR CRP都很高的 那ESR去到 至少六七十至一百 CRP都可能過百的 那有時候我們就說 可能裡面有些 不知道什麼infection 那不如我們做個 Lymph node biopsy 那樣 那有些小朋友是會做了的 那我們通常回來的報告呢 就是一個 non specific的inflammation 那好 再打多打呢 打多幾天 Antibiotic發覺 咦 突然間有一天 看到他怎麼眼睛紅了呢 他口信又紅了呢 突然間醒覺 哇 原來可能Kawasaki disease 那我們就做Echo 那看到發覺 真的那個coronary 真的有少少漲了 那所以就發覺 這個小朋友呢 是Kawasaki disease 那他最初呢 就給了一個叫 incomplete的presentation 那我們立刻呢 就給了一個treatment 給IVIG 給Aspirin 那很快呢 他就response了 給完就退小了 跟著慢慢的Lymph node都縮小了 條頸又動得回又不痛了 那其實Cervical Lymphadenopathy as the sole 或者early sign of Kawasaki disease 都不是小的 這些小朋友都見過不少次的了 突然就是最初 你都不會想到 他是Kawasaki的 如果只是Lymph node大了 那但是如果發覺 你給了treatment 他是不好的話呢 或者你覺得他都不像Epsis那些呢 都一定要記住 可能是Kawasaki disease 那我們這個情況呢 我們叫Retrofaryngeal 或Perfaryngeal Flammum 那這個就是 其實他不只是Lymph node 他整個Faryngeal 或Perfaryngeal Tissue 都是發炎的了 這些 好了 第二個小朋友 兩歲十一個月了 又發燒五天 都很高的 39度 他說呢 有些喉嚨痛 胃口不太好 那家長說 見到他少少少Skin rash 那第七日發燒呢 我們就 又同時控制 我們看看他 是不是Kawasaki disease 好了 那你看這個小朋友呢 你的眼睛 很漂亮的 很厲害 一點都不紅 口唇都是淡粉紅的 又是不紅的 那發覺呢 他又很乖 又沒有了些 經典的Kawasaki disease 那些症癌 又不吸引 又很聽話 那Lymph node又沒有 Retrofaryngeal 已經沒有了 那我問一下家長 咦 那前幾天的眼睛 口唇有沒有紅過 我說沒有 樣子都是一樣的 這樣 那大家覺得 他是一個什麼情況呢 那如果你說Kawasaki disease 是怎麼數都數不到的 只是說出個症癌和發燒而已 那我們就看看他的那些 那些血液結果 那會不會是一些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那NPS就沒有了 VCR是高高的 那CRP也真的挺高的 155 ESR也是高的 119 那會不會是 Straptococcal ASOT就沒有了 那公立醫院就沒有那些 Straptococcal的 Antigen做的 C加會有的 那就沒有辦法了 那Albumin就少少低 ALT就少少高 那又沒有什麼其他東西 那如果Biochemical 都有點擔心的 這個小朋友 因為VCR高 Inflammatory markers都很高 Albumin少少低 Liblet enzyme少少高 那我們跟他做Echo 那之前其實第七天都做了 那沒有東西的 那第九天發覺都還燒 那又再做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 就是 也很漂亮的 那它測量就是 2.5 的 Left anterior 1.6 Z score是正常的 那 尤其是正常 一些都不粗 那同事說 沒有東西了 OK了 原來Monospot test positive 它應該是EBV infection 那大家說 OK了 那就安樂了 但是過了兩天的時候 那小朋友仍然都發燒 但是當時第九天 都是不太足夠這個 criteria的 因為它increase ALT 少少 decrease albumin 這樣 好了 那我們會不會看到EBV 那我們就算了 那如果繼續發燒 沒有辦法的 那第十一天呢 我們要再看 為什麼第十一天呢 就不同了 那你見到這個 Left main coronary artery 和這個腿呢 很明顯是脹了 還有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和這個腿都不同了 脹了出來的 這裡有一條很漂亮的 parallel tram line 這樣而已 那right呢 暫時就大了一點點 那所以它發覺 如果有coronary artery changes 的時候呢 那這個也是一個 Carvasaki disease 那於是呢 我們就start treatment 剛剛是第十一天的開始的 那都不是遲了很多 只是一點點而已 那給完呢 他真的退燒了 那我們就給了Asprin 給他 那到第十四天呢 那真是脫皮 那所以他的Carvasaki disease 的症狀呢 就是很少的 那在最初真的 挺難不diagnose的 這個小朋友 那一個星期 那一些CRP 其他的markers 都開始跌了 那都很擔心 那他這樣漲了 那我們一路呢 就跟他做echo 那他第十一天做完 他就做得很密 因為他通常都不會這麼密 那第十三天 那十五天 不斷在這裡做了 那他更加擔心了 你看看第十五天 成長得很厲害了 那變了4.4mm的 他最初這裡呢 都是兩三mm的 現在變了4.4 那就是一個 還有你看到呢 這裡是不漲的 這裡漲了就是一個 我們叫一個Androsum 一個冠狀動物 扭這樣 那真的不太好了 真的這個 那變了都不太睡得著了 就是醫治這個病人 真是 那右邊呢 就都是差不多了 少少的而已 那這裡少少 就沒有左邊那麼厲害的 那好啦 繼續都是照這樣醫治 那繼續給Aspirin 那到四個星期呢 那我看回 咦好一點喔 又沒有那麼漲了 縮了很多了 第七個星期呢 就看到跟初初差不多了 那個Androsum 就不見了了 那到十二個星期呢 都繼續 這條的那麼多 就繼續OK 一年後呢 都是正常了 那好在呢 都是一個 timely的treatment 叫做 那這個小朋友就OK了 那這個right corner 都沒有什麼 就縮小了 都是正常了 好 那現在呢 都八歲的了 那都是沒事的 那我們也都跟他做一個trackmill test 那這個一個functional test 因為做echo 就是structural investigation 那我不知道他如果exercise 那時候colonary 是否OK的喔 那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會做個trackmill test 看一下的 那他跑得很好的 那正常就沒有問題 那不過我們都會繼續跟進的 那第三個小朋友 他九歲了喔 那呢 那都是發告笑 39到8 那有三天沒有什麼胃口了 那他的情況就是兩個ankle都很痛的 那喉嚨痛 吞口水痛 那他以前都沒有什麼病的 那我跟他看的時候 就發覺那個喉嚨真的很conjested 那些tonsles都大了 那見到他的舌呢 就strawberry 不過是white strawberry 有很白的 就是一個白的 我們廣東話叫舌胎 英文叫coating 很濃的white coating 那另外呢 就有些飛肢的情況 那個舌頭有很多ulcers 是很痛的 令到他 那你摸一下 他的lymph flow是沒有的 那腳那裡呢 是有少少腫 少少痛 少少increased temperature 那他都走得去 有些稀稀的 就是這樣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舌頭 那這裡有些ulcers 都很大塊的 那其他位置這邊都有的 那這條舌頭是白了 那樣 但是papillae 都是比較prominent 那隻眼睛都非常紅的 好了 那就 到下午呢 有出診 那就 maculopapula rash 有大有小的 那主要呢 看回那個ankle 和那個 腳底那裡 那裡 也都慢慢上到 腿那裡 那裡 那中間呢 有central pallor 但是你按下去 它都是blanching on pressure 的 那就 接著越來越勁了 整個腳底 就有些襯到confluent 就紅了 那跟著呢 就臉仔啊 頸啊 都有一些flushing 那樣的 那這個小朋友究竟什麼事呢 九歲 這個joint pain 有些rash 這樣有tongue ulcers 好了 那我就想一下 會不會是streptococcal infection呢 會不會是reactive arthritis 或者auto immune disease 那樣 那它white cell count 就不算很高 不過neutrophil predominant Hemoglobin platelet count 都是normal的 Livorenal functions 都是normal的 CRP ESR就非常之高了 那我們照下的X-ray呢 兩個腳爭 chess都沒有什麼特別 ECG只是sinus tachycardia 那我們就 做一些auto immune的markers 就看看了 throw swab 那樣 那樣 好了 那就 他就不太吃到東西 想我們給ivv fluid 給他 那因為他擔心 就是streptococcal infection 因為那個tongue都很腫 很紅 那就給了Penicillin 還有呢 因為它arthritis 就給了一個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 給他這樣 那第五天呢 就還是發燒 那它越來越痛 那它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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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走不了去廁所了 他們這個是私家的 他有一個en suite 廁所都很近 都走不了 那那個tongue ulcers 就越來越厲害了 那回來ASOT 呢 還有那個throw swab for group A strap的PCR 就negative 那咦 可能不是這個threptococcal infection 那應該怎麼算好呢 那 那 因為它的主要symptom 是arthritis 所以都要找找surgeon orthopedic surgeon看看 那看完之後呢 他覺得都不太像 orthopedic problem 那好了 那跟著呢 anti-nucleic factor 回來一點點高 rheumatoid factor 就是positive 那還有那個anti-extractable nucleic antigen ena 就highly positive 那有些擔心 會不會是auto immune disease 那樣 那所以都找surgeon師看他了 那看完呢 他的opinion 就說這個是一個reactive arthritis 多的 暫時不是那些auto immune的arthritis 那可能infection 或者其他原因 有個reaction 那我們都繼續work up auto immune disease infection 那這樣 那因為他都這麼痛 我們把bluvin 就轉了成niproxen 這樣就比較厲害 那很厲害 那pantacillin 轉了Roxifin 都先遮蓋著 那那個fever 呢 開始沒有那麼高了 那就變了38度左右 沒有39 40度 人都好了很多 你腳又沒有那麼痛了 那媽媽說 咦?好緊了 都這麼貴 不如走了 那你會不會讓他走呢 你看看這個時間 他有好轉 那雖然是有好轉 那不如檢查一下 那些blood先 如果那些blood result都好轉 那都看一下 好不好 這樣 那white cell count 就normal了 那nifosate就低了 那但是ESLCLP呢 不但沒有低 還在高緊 那我跟媽媽說 沒有辦法 你高緊其實顯示 那個inflammation 還是ongoing 還是progressing 那就是不是很緊的 其實 那所以應該怎麼做好呢 那這個reactive arthritis 那是go down the list 那有很多原因 可以是post infectious post vaccination trauma tumor degenerative 很多原因的 那好到第七天呢 突然間去巡訪 咦?眼睛紅了 接著舌頭沒有那麼白 真的比較像一個 red的strawberry tongue 那我想一下 咦?真是可能一個 incomplete kawasaki disease 雖然她都比較大 這個小朋友 那所以立刻做echo cardiogram 那法國真的有actasia 就是脹那些 和irregularity 那些lumen那裡 那立刻就start藥了 那這個女兒 因為九歲了 她呢就40kg有特的 所以就要給很大 給到81g 給她這樣 一個大人dose 然後她真的就退銷了 那她真的就退銷了 那由第八天開始就退銷了 那那些joint pain 其他東西呢 都慢慢好了 那到第十二天呢 發覺真的脫皮了 那在第八個禮拜的時候 再做echo了 那就正常回來了 那她家裡都覺得很好 就好了 就治好她 不過她說她爸爸就說 哇 她很貴 因為她給了這麼多瓶IVIG 那裡已經去了很多錢了 好了 Kawasaki disease的diagnosis 有時候真的比較難的 好像以上講的幾個 那些symptoms 有些是不明顯 有些是Atypical 其實呢 如果你看回AHA的guidline 那條舌頭 它就說應該 除了Kawasaki disease 是沒有的 應該 那所以是比較特別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要跟那個 criteria 未必有時候diagnose到的 那有些DDX 譬如其他infection 都可以好似的 Mesos Viral infection Scarlet fever Toxic shock Hyper sensitivity Juminal onset Arthritis 那現在有這個疫情之後呢 我們知道呢 Multi system inflammatory syndrome in children 都有機會的 好 那有時候就是 incomplete minimal的時候呢 大家就 要小心點 那 就不要 miss了它 但又不要over了 是不是你都說Kawasaki 那當然不行了 那一個timely diagnosis 那些小孩子 就很重要了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AHA 在 circulation的 最新的guidline 就有一個 aglorism 就教我們了 如果它 那些症狀 就不說sign 就不complete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這樣 那我們就看看 如果CRP ESO是小的 那機會不高了 因為沒有什麼inflammation 但是高的 就是 CRP 起碼到我們的unit 就是30 這個3mg per deciliter 我們就mg per liter 當它30 ESO大概40 就要想一下 那我們就看看 爆 chemical criteria 夠不夠 我們要起碼有三個 要是anemia 要是plalecan 高 在第七天之後 albumin 低 ALT高 威脂肪很高 也高 Aseptic pyuria Urine 威脂肪高 但是它又不是infection 或者 沒有這些 但是它的echocardiogram 是positive 的 都會是diagnosed 到Kawasaki disease 的 所以echocardiogram 也是很重要的 好 尤其小6個月的BB 很多時候都incomplete 更加要小心 就算說 好像剛才那個 我們找到有cause mono spot test positive 那就不是的了 那是不是可以 那是不行的 因為 viral infection 就很少 inflammatory marker 那麼高的 如果marker持續高起 fever繼續 我們不可以就這樣 不理它 要繼續看的 好 好 今天第四個小朋友 兩歲半的 進來就fever for 4 days 它有typical features of Kawasaki disease 有rache 有conjunctivitis lips strawberry tongue 鈴肤 全部有bcg scar 都紅的 很typical 最速的echo 就是normal 所以就給了ivig 和esprin 但是給完一劑 不行 還繼續防粉腥高消 所以就多給了一劑 day seven 但是繼續燒 但是這個小朋友 不是我預計 是另外的同事 在私家那裡醫先的 好了 到第十天 同事就跟他做了echo cardiogram 發覺全本是沒有東西的 colonary 雖然給了兩次的ivig 都全部colonary都漲了 有少許pericardial effusion 所以就給了一些再高層次的 強一點的藥 就給了strawberry 這樣 給了ivig pulse methopragnistalone 給完之後 就給了三天 就轉 這個standard dose 就轉做oral 繼續給他了 就給了 就給了第十八天 那十六天的時候 他看到都差不多了 就開始taper down 這個strawberry了 最初是退燒的 但是當他到十七天 一減一減的strawberry 就不行了 又發燒了 所以就介紹了 我們QE那裡看 來到也繼續燒的 不過不是說很高 我們立刻和他看個echo cardiogram 真的發覺所有colonary artery 都漲了 還有一些anurism 它的尺寸都不小的 medium to giant 都大的 那就是right coronary artery 最大5-6mm 那舊時呢 我們就說8mm以上 才叫做giant 但是後來就有個修訂板 因為8mm是給所有小孩子 那就不太對的 如果小的小朋友 那可能不用8mm 其實他都很大的 所以後來的recommendation 就是其實在這個case 附近的時間 有個新的recommendation 就是用Z-score 就等於我們所看的 standard deviation 它是多少個standard deviation 那發覺我們一算出來 哇 9點幾至12點幾 如果5-6 那就是很重要 那多個10 我們就叫做giant 那另外在left coronary 裡面好像有些echo dense的shadows 可能是一些thrombus 在裡面 那有些pricardial effusion 那所以這個patient 都是挺擔心的 那你看到也是挺像的 這個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通常你很幼 就看不到什麼 Circumflex 更加通常看不到 它都是很清楚 那這個right 你也看到很大條的 就是有點像臘腸的形態 那一直去到trace 都遠一點 都是非常長的 那所以它就 pragnexolone 我們覺得它減不了 先加大一點 因為懷疑它有thrombus 所以就給了一個no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 也都要收它ICU慢慢醫 那第二天就退燒了 那我們就看看 那它的inflammatory marker 那ferritin都高 CRP ESR高 procalcitonin就沒有什麼 monospotase habitatis B quantiferon 那些都沒有 那就autoimmune marker都沒有 那infection都不像 所以它的fever 應該都是Kawasaki的inflammatory changes 那ECG Chess X-ray沒有什麼 好了 那怎知道去到day21 又燒過了 那我們就做echocardiogram 就是那幾天 不是很久的 進來幾天 那發覺都好像越來越脹 那剛才是9至12 Z-score 現在變了12至15 更厲害了 又發燒 那怎麼辦呢 那沒辦法了 那因為呢 它就需要一個進一步的treatment 那我們就 用了一個monoclonal antibody 那類 那就是這個infliximab 那我們就給了一個dose的infliximab 給它了 那在day22的時候 給完之後呢 又真的幾好 那個fever就下降了 那些marker都慢慢好 那沒有再燒了 那steroid就都給了 那慢慢看到它退燒 我們就taper down 那那個heparin 然後轉到warfarin 那就daihticians 看看它 warfarin diet 因為它要 因為food 其他drug 都會有interaction的 那跟著呢 那 day30 再看那個echocardiogram 都是好漲的 不過就好了 好一點 那現在z-score 那個right coronary 是11度 好了 那day3 onset from fever 33天 那終於可以離開醫院 出到院了 那就回家繼續 就吃藥了 那那個pregnisolone 你慢慢再減了 那因為吃著warfarin 就要avoid contact spots 看著有沒有流血 要小心其他藥 其他food的interaction 那我們繼續跟它覆診了 那到一年後 都不錯了 那colonary artery 的letions都小了 的 還有剩下一個小的andurysm 就是沒有那麼大了 那最後可以轉回 只吃aspirin 這個小朋友 好了 那這個IVIG resistance 或refractory 的Kawasaki disease 間中都見的 那大約那個report 就是10-20% Kawasaki的小朋友 是有這個resistance的 那我們的definition 就是說 at least 36個小時 或者小過7天 after the end of the first dose IVIG 它發燒 那我們就界定 它一個resistant的情況 那為什麼呢 那大家當然都不知道 那當然跟它的genetic factor 可能都是有關的 那通常我們會給 second dose IVIG 那但是有人 也可以給一些強一點的 就直接是加上steeroid給它 或者給infliximab都可以的 那但是因為我們比較少給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給IVIG先的 那現在有些新的treatment Cyclosporin Anakinra Cyclophosphamide Plasma exchange 都不是說很新的 其他地方都有用的 不過我們在香港 其實就很少需要用到 這一類的藥 因為多數一劑的IVIG 它都是response的了 那好了 跟著還有一位 就27歲小朋友 不是小朋友了 病人了 那它在小時候 兩歲 就第一次Kawasaki disease 那時候就好像我們第一次說的 非常之好 很快就diagnose 接著treat了 它是一點事都沒有的 那但是到五歲的時候 它有一天就是發燒 進來我們那裡 那它就眼紅了 還有出診的 那它是晚上來 那當時同時看它這樣 就覺得它是missus 而剛剛我們那時候醫院 就拆了一個isolation water 沒有的 那所以它就說 你missus 不可以進來的了 因為你會 就是野開 那所以就 不如回家 home care都可以的 其實 那就回來複診 那這樣 那跟著呢 它在中間也有複診過的 那些燒就 慢慢就低一點了 那但是都 不是太舒服的 那到一個月後呢 就回來我們 Cardic Clinic複診了 那媽媽就說 其實都燒了三個禮拜的 那剛剛退了一個禮拜 那它又有眼紅 有出診 那它覺得呢 都跟第一次好像有點相似 那我們同時看到 知道它這樣的情況 都很擔心了 會不會上次其實 不是missus Kawasaki disease 那就不要了 立刻入院了 那剛好呢 我就幫它做這個 Echocardiogram 那不做柔治可 一做 哇 嚇死了 那有一個很大的 left main coronary artery 在這裡 那馬上就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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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就是 Aorta Aortic root 來的 它這個 left coronary artery 呢 就好像另一條 大血管一樣的 正常的 剛才我們看到很幼的 那現在這個很大的 那它的 Parkinson 也有1cm 有多的 那它就 那ok之後 就回去吃藥 那可惜呢 媽媽也沒有時間 給它吃藥 那它就是 是個人幫助照看牠的 它也不吃藥 那去到7歲的時候 就發覺 在照Echocardiogram 就發覺 真是那個 coronary artery裡面 是有thrombus的 那做Echo 發覺它的那個 Basal posterior segment 那些地方 就不動了 有些位置不太移動 它應該之前有一個Malcadioinfarction 做MRI亦都證實了 Colinary Angiogram 做Carticatheterization 就看到這個很大塊的 Leg main coronary artery的Anerysum 有個Filling defect 有些Thrombus 但是它的分支這邊挺漂亮的 LAD、Circumflex 這邊挺漂亮的 但是這個Right coronary artery就不太好 這裡有個小的Anerysum 但是來到這裡是很窄的 到了11歲的時候 我們再跟它看 那時候比較小 我們暫時就沒有東西可以做 11歲再看 都是差不多了 Leg main coronary artery 但是Right side 都很明顯 我們找到Anal Cardiologist看 就有90%的Mid RCA Stenosis 這些是要 如果大人來說 一定要做一些Intervention的了 大家看看這個心臟 Colinary Artery 這個Left side 我們有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和Circumflex 這邊就是Right coronary 落Posterior descending 跟著這個Right marginal Anal Cardiologist就說 這個情況不行了 需要做Intervention 12歲的時候 就幫忙和我們一起做Intervention 做完都挺好的 大家看看 這裡有一條Guyard過了 過了一個Stenosis 用Balloon撐大了 然後放了一個Stance 一個Drug Illuted Stance 那時候大人都是用這些的 做完之後 就闊回來了 不錯了 看這個樣子多好 大家都很開心 怎料一年後再看 變了不是那個樣子 就變了有一塊塊Anerysum 很大塊就跑了出來 做那個Intra 那個 我們把Ultrasound 進去Intra Arterial那裡看 看到它那個Vessel Vore 是Fibrosis 都很重要的 厚了 有這個大的Anerysums 在Stanted的位置 都是漲了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就看到我們叫 Mild Apposition of Stent Mild Apposition of Stent Vessels 那好了 到了14歲的時候 就是又過了一年了 它就Achute Chest Pain 這樣進來了 那檢查就發覺 真的Troponene I 是高了的 其實小孩子 通常進來叫Troponene I 你10個檢查Troponene I 差不多10個都 normal的 我們的經驗 我們的經驗 但是有Kawasaki disease 就不同了 它們真的有一些Risk Factor在這裡的 我們再做Angiogram 發覺原來那個Right coronary artery 來到這裡 沒有了 直接Total Occlusion 就是之前Stanted的位置 是沒有了 Total Occlusion 就是靠左邊 是走回一些Collectoral 過來Supply Territory 就很大件事了 整條沒有了 就嘗試再跟它看看 可不可以通到 但是發覺是做不到的 沒有辦法 但是幸好它的LCA 就是有一個Retrograde Collectoral過來幫幫忙 它暫時都Stable Colinary Angiogram 用CT再遲一年再看 你也看到一樣 左邊的Anneurism繼續在這裡 但是其他就沒有什麼 右邊就來到這個位置 就沒有了 來到這裡就不再通了 你看到那個Stand 還在這裡 但是就沒有Blood flow 不時都有一些Recurrent Chest pain Adel Cardiologist再跟它看 其實Finding 是相似的 都是一樣的 那裡都是 Right side 都是不通的 但是Left side 幸好就沒有什麼 很少的 所以都是繼續 Conservative Treatment 就按多一點點東西 就 Symvastatin Beta-Log 加多一點點藥 Dr.Suzuki Dr.Kawasaki的同事 他們也是一個非常專業的 Pediatrician 是醫治的Kawasaki disease 我們那時候邀請他來講書 亦都 Present這個Case 給他看 他說如果他的左邊沒事 其實他也是安全的 所以暫時都可以有一個 Conservative Treatment 先看著 所以長期的Conservative Treatment 在Kawasaki disease 真的不容易搞的 如果Gian Coronary Endurism 就要Lifelong的 Anti-Platin Anticoagulant 但是你叫個小朋友 從幾歲開始吃到 吃到一直不斷吃 其實真的挺難的 drug compliance有問題 有drug-drug interaction drug food interaction absorption有時候不好 例如如果肚餓的時候 可能他就算繼續吃都不行的 我們試過有小朋友 他繼續有吃藥的 但是因為他肚餓 就吸收不到 所以一樣infarction 這樣進來的 所以又要長期監視著 他的Clotting Echo CT MRI CAD 都很辛苦 所以最好就是 越早醫越好 令他沒有這些情況發生 就最好了 長遠如果窄了 又怎樣窄了 就可以做intervention 或者做一個手術 Colinary Archerie Bypass Graph Surgery 都是major operation 我們也有些小朋友需要做的 intervention 就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他不同 大人的 Atherosclerosis 他很硬的 很fibrotic的 所以用普通撐波 一定不行的 但是Stan 你放些drug下去 又會 irritate他 變成fibrosis 更堵塞 更差 在日本比較做得多 那他們有時候會做一個rotational Atherectomy 那些都是 就是要剷開它 做鬆的 Colinary Fibrosis 那就不容易了 好了 另外一位 就11歲 高燒了兩天 有點咳 口唇又裂 有紅 這樣 這個都是大的 它是不出診的 好了 那 它喉嚨也是有 湯匙術大 有exudate 那當然就覺得它也是一個 Tonsillitis 給了oral penicillin 但是跟著 比一下 就開始突然 hypotension 那要fluid resuscitation 接著要入ICU 需要奪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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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ti-System Inflammatory Syndrome in Children 也有機會 另外,Toxic Shock 也可以 我們跟它做Echo Cardiogram 就發覺,這是一個比較看的 那個Function Left Ventricle的Function 把它切開做不同的Segment 發覺它有些位置都是Dyskinetic 動得不好的 接著發覺它有Thrombocytopenia Deranged liver Function ESRCLP也很高 D-Dimer,Ferritin,AntiproBNP 全部都高的 PCR也沒有 就是Respiratory NPS也沒有 SARS CoV IgG positive 但是它進來前一個星期 打了Sinovac 究竟是打針 positive 因為它真的有這個infection positive 大家都不知道 我們當然又做了Echo Cardiogram 發覺真的有些,剛才說了 是Deranged Function 而且Colinary也有些脹 所以這個小朋友 我們都覺得它可能是一個 Multi-System Inflammatory Syndrome 所以都是給了一個高度的 Pulse Mixed Pregnistolon 還有IVIg給它 給完之後 它就Response 好了,其實多關你說 如何分架 Kawasaki、Multi-System Inflammatory Multi-System Inflammatory 其實有時候就難分 一般來說 我們就說 如果小過一些 可能Kawasaki的機會高一些 大過 比如這麼大的 十幾歲 就可能真的 Multi-System Inflammatory 的機會高一些 但是有時候 真的都不知道 現在最近 這裡有一篇 paper 它就做了一些 scoring system 教大家 嘗試去分一下 它這樣的 我也有試一下 用一下它這個 它有四個 不同的scoring system 第一個就看一下 究竟它是不是Multi-System 這裡有幾樣東西 給你看的 第二就是分Multi-Kawasaki 第三就是Multi-System Inflammatory 和Toxic Shock 然後這個就是Multi-System 和其他三個 第一個是Multi-System 是一定是就COVID 所以有四種不同 那你試一下可以 就看看它 它有幾樣東西 例如 white cell planet 症症症症 twins 這樣給分的 那比完下面就有個圖 那你大約去到多少分呢 就多少% 是哪一隻 那我嘗試過 又不是說準的很厲害 但是也 起碼有一個IGEDLINE 幫手 那大家可以 去找找這張paper 上網都找到的 我們有個 summary 講講今天的 case 我們講了 classical Kawasaki disease 大家都很熟悉 另外 incomplete 那些 只有 cervical lymph node 或者沒有什麼 sign 都紅都不紅 只有這麼多 rash 或者 atypical 比較大 大約五歲 有些生性 symptoms Kawasaki disease 一般都應該沒有 另外就是 IVIG resistant case 還有一個 recurrent的 Kawasaki disease 第二次的 treatment 失去了 令到它有 long term coronary lesions 最後那個可能是 multi system inflammatory syndrome in children Kawasaki disease 都是一個很 fascinating的病 還有有時候都內人尋味 有時候都是很難醫治 還有拷爆頭的 有時候真的是 好 我們知道那個 difficulty 剛才講了 要有 high index 的 suspicion 除了 clinical 我們需要的 laboratory findings 還有 echocardiogram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investigation 如果這些小朋友發消發很久 而 ESLCLP 高企又沒有什麼解釋到呢 那一定就要想Kawasaki disease 如果說有時候真的完全不知道什麼事 在我自己來說 我就唯有靈枉無縱 因為十天之後你都沒有醫治它 你再醫治呢 那個 success的機會很低的了 那有時候十天內如果是找不到原因 都可能要試一試給IVIG的 那treatment difficulties 剛才都講了 那long term 大家都知道 希望真的不要需要有long term coronary relation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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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